開發人員 VIO Basic 找到你現在的範例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怎麼樣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你就輸入清除 我們先從清除開始 因為清除非常簡單 就三行程式 按確定 再來 我先把這邊字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12號 OK 那再來就是 把剛剛講的打上去 4i 等於 第2到 第10 那其實如果你沒有 沒有idea 你就是直接這樣 縮小一下下 放這邊寫 這邊拉過來一點點 這樣子 4i 等於2到10 Enter兩下 Next 移到中間 往上移 按個TAB鍵 4j 所以一樣 4j 等於2到10 指的是2到10列 你不要用B到追 因為它不接受 英文字 Nex 下一個 下一個 把裡面的儲存格 sales i id 追欄 輸入什麼 空的 所以等於什麼 空字串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說將來你裡面有東西 比如說我把這裡面的東西 假設我今天放一個東西在這邊 好 那我按一下什麼 清除 它就幫我把它全部清空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99代表 把清除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改成 99 乘 法表 OK 那接下來的邏輯是怎麼樣 其實後面 主要是把後面 iJ裡面的東西 那輸入的方式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跟公式蠻像的 怎麼說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把前面的部分是藍 藍的話我們用J來表示 那J它的預設值是2 可是我要從1開始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 減掉1 它就會從1開始 否則它2到10 那刮虎起來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先減掉 然後再做什麼呢 再加上一個乘號 所以乘號的話呢 是and 記得VBA前後要有空白 and一個x 然後再控格 and 再來就是什麼 刮虎 i 因為它也是從2開始 所以-1 再控格 and 然後 雙引號 等號在裡面 你會發現 這個跟剛剛的公式很像 只差別把這個把它改成那個i跟J而已 然後and and什麼 兩個相乘 那兩個相乘的話 一樣把這兩個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好了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中間的東西 改成乘號 這個好像似乘相似 有點像Color跟Row 有點像前面的公式 好 那做完了 程式寫完 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吧 這個指的是它的欄 哪一欄 好 就是這個這個號碼 哪一列 就是這個號碼 好 兩個相乘 那最後執行完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按F8好了 主行主行執行給各位看 它會先輸出哪一個 它會先這一列第二列的第二欄 所以輸出第二列第二欄 好有沒有 再換下一個 那 那 追的話它會變三 所以變什麼 第二列的第三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以此類推 也就是說 它會先跑完一列 再跑下一列 所以這個時候I 又變成多少 NAS 變三了 所以變第三列 那以此類推 這一列跑完換下一列 其他都一樣 我把它執行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一個99層發表 就完成了 這個範圍 OK 所以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那 我的做法通常是 第一個 插入一個 模組 第二個 插入程序 那建議是從清除開始 你可以做完清除之後 在複製貼上 把清除改成 99層發表 那最關鍵的應該在這裡 這個地方 好 其實這個如果你可以寫得出來 其他應該都沒問題了 這個應該也是 跟前面邏輯是一樣的 好嗎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對 對 好 對 好 對